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要来挑战前高20883创高之路之前 大家的感受好像都是 怎么操作难度越来越高的呢 虽然今天台积电守住800元 尾盘还拉2块 鸿海也谨守新高价位 加上联发科新品发表之后 反映利多今天的大涨 不过火力不够集中 为什么 股性活泼的中小型电子股 轮动节奏 有一点点乱看不出来 那在成交量还没有放大之前 台股占前高该怎么样来找机会呢 尤其现在传产股到底轮到哪里去 今天营建股连续两天的坐拉回 爆量休息 钱跑到哪了 是重电还是航运呢 520就职典礼之前 政策做多股又复活 包含重电族群 昨天尾盘就小拉了 今天全数喷出 好 在月线之下 整理完成能够勇敢的来介入吗 那么电子股的落后补涨接力 被动元件记忆体之后 苹果发表新款的iPad规格 非常的强 瓶盖股见顶喷奖停板 落后补涨股还可以看谁呢 马上请教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老乡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展哥好 明君好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稍微的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好 电子股现在慢慢回问 可是轮动抓不到节奏 并不是百花齐放怎么办呢 可是最稳的是谁 是集团大哥 红海海公公 下个礼拜二要法说了 今天非常的稳 稳住在高档的价格不坠 第二季展望能够给市场一个大惊喜吗 另外一支箭头集团股看的是联电 成熟制成并不看坏 联电蓄流00940几率非常的大 它的殖利率很高 站上哪个关键价位就有机会等喷出呢 请老夏老师追踪一下集团股的最新做法 AI一军不忍了吗 4月营兽爆发这才刚开始 电脑展之前什么技嘉 音业打广达 可不可以卡位呢 可是越接近前高 现在台股的操作难度变得很高了 电子股你知道基本面很好 那我们从技术面去找护城河 航运股趁热度 今天这个散装轮怎么开高走低 反倒是货柜另外两支 万海跟杨明比长荣强 长荣可能会被剔除00940 那万海杨明为什么会涨呢 到底可不可以抢坏 还是别乱碰呢 我们请问展哥的做法咯 苹果的新款iPad Pro内建M4晶片 台积电收费外资爆买 和1000块钱的目标价 今天拉尾盘怎么做观察呢 而机器人概念股啊 早盘续墙 尾盘怎么疲勒 索罗门转强留了上影线非常长 欣翰邓老师提醒了 昨天冲高要先出 今天爆量也是留上影线 到底还可以安心爆呢 还是说先换股比较好呢 我们邓老师帮大家来追踪见诊一下 学习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每天温温的墊高 可是好 冲高上去 操作难度就变高了 因为量没有出来 并不是百花齐放 你要选对股票 那凡今天一度是开低 那尾盘的时候 靠着台积电的神龙百尾 中场是上涨46点 收贷20700点 整数关卡 成交量依然没有放大 4000亿元左右 4190亿 今天大股想拼都在拼 台积电尾盘拼 鸿海在平盘拼 但联发科这一强 今天上涨接近半根停板 它的天机9300PLUS 亮相之后 好像市场给予高度的肯定 今天联发科的大涨 那广达部分也AI回神 今天股价也上扬 不过重电族群怎么又活了呢 今天华晨一度攻到 亮灯涨停板的价位 老师 台北股市 日K拉出三连红 可是说实在话 这三天你有赚到钱吗 难度真的很高 因为量没出来 量没出来不是百花齐放 现在段 我们在等待台北股市 攻高之前 到底操作策略怎么样来拟定呢 其实最主要 就包括明君特别提到说 交易量整体上没有出现 很明显的增长 那最主要就在 因为四大天王 就这四档 它维稳的一个结构之下 它在告诉你 第一个台股跌不动 可是相对的 它也告诉你 任何一档只要发动攻击 我们认为 第一个台股的交易量就会补量 再来整体上大盘 我们还是一样 看法维持 本周在 接下来这两个交易日 不排除 就要直接突破20883 好 20883 只剩下两周 今天是20700 对 180几点 有没有机会来做突破呢 那老师我们先来看 因为你说美国股市 本周不会扯后腿吧 台北股市大股稳住了 那后面几天 还是要靠大型股票来撑场吗 整体上真正最主要 就是接下来明后两天 就是你其实只要看四档股票 其中的任何一档 OK 比方说你看鸿海 看华硕 加上特别明天开始 应该把重点放在连电 连电 以及这里迎头赶上的广达 你只要看这四档股票 你几乎就可以笃定 接下来台股的一个走势 首先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今天一大早国际股市 因为这里一直到礼拜五 应该都是维持这个样子 首先华尔街日报 他提到说 他比较简单 他针对结果 结果论 他说道琼标普 小弧度上扬 路透社就讲得比较细了 昨天一开盘 美股其实是跌的 为什么跌 因为迪士尼中错 暴跌 迪士尼暴跌 接下来标普 道琼 硬是把整个格局 往上做拉升 再来彭博的部分 他说 昨天的标普指数 一度再创新高 突破5200点的大观 整个国际股市 其实对台股现阶段 特别在本周 不至于有很明显的影响力 好 鸿海 广达 联电跟华硕 我们先从最强的鸿海来看 鸿海5月14号的法说会 西京都不输台积电 大摩提出三问 包含了AI伺服器的订单进展 消费电子复苏情况 跟Q2的展望 之前有说过 这个会双增 年增 计增 会不会幅度会再拉高 营收第二季有机会 计增1% 年增3% 如果超越这个数字的话 会不会其实股价更强 列鸿海 投资首选目标价155 可是现在不是已经超过了吗 我还想说 你应该要看200吧 那为什么鸿海底气这么够呢 GP200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会有两个机会的型号 那这个DGX NVL72 GPU有72颗 那单价一个是300万 鸿海独家拿到 所以它的毛利率比较高 另外一个是36颗的是广达最多 主板跟交换器不可以更改 所以ODM可以设计运算夹 那如果说你 代工倒是比较高 毛利高单价的产品的话 对于相关的后续营运 是比较有正面的看法 老师 鸿海怎么看 大摩看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首先 蛮多所谓的投资机构 针对鸿海在过去这一周以来 就是从上个礼拜一直到目前为止 那给的目标分分分上调平等 又调到200块之上 为什么 因为5月14号 鸿海要发送 我们的看法就在于 当我们可以非常笃定 14号的一些内容 应该八九不离时的情况之下 如果它是一个正向的 并且是一个爆炸性的正向 你不应该等到14号以后 看到报纸头条 我要跟你说往往就完了一步 所以你现阶段就应该开始布局 所以稍待 各位务必加入今天的LINE AT 为什么 稍待我们会针对整个鸿海 接下来外资圈 最新的评价报告怎么看的 那跟各位做简报 那我们先看 为什么会说要看鸿海 那紧接来明天看联电 我们先看左侧 左侧一样 我们的基准点都一样 来 各位请看 右边这是20883 20883加权指数 左边 这个也是20883 对不对 OK 20883跌到19291 好 一样 20883跌到19291 可是我们对比的标的不同 我们先看左侧 左侧就是 我们把台北股市跟全球这些 这么多地区的交易市场做比对 一比对之后 还好 还好什么 台北股市最起码 还领先日经指数你知道吗 好 那这张图你说我要看什么 他在告诉你说 第一个 现在不会有地缘政治风险 另外 这个是什么 除非你看到他崩盘 那我们就要紧张了 对不对 他只要维持一个正向 代表说 你不用去管那些东西 你还是面对台股比较重要 要认真拼经济 对 所以你看底下 底下整理上 第二名是欧洲的德国股市 接下来是纳斯达克 韩股在近期表现也不差 道琼标普 加权之进 OK 好 当我们知道之后 台股接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过883 我们为什么一直讲 本周要过883 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时间点 timing 他还是不过 我们就要试图了 你知道吗 OK 那要怎么过 好 来 我们看右侧 好 我们就把四大天王一样 我们把这一次历史最高点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20883 对 跌到一样 19291 OK 我们把鸿海 华硕 连电 广达 放在一起 好 我们再回顾 其实本周表现 有一个很强的 是不是后来居上 一直追上来的 叫广达 为什么因为他通缉名 你知道吗 所以说明银头赶上吗 所以真正的关键 一马当先的是红海 好 华硕在后面 紧逼 一直往上推 接下来明后两天 你一定看连电 为什么是连电 因为连电今天太阳 收盘价51.9 这个是个关键点 就是说连电到底要不要攻坚 就看51.9 好 鸿海 华硕 跑前面 连电广达 机器直追 四大天王一起拼 20883 指日可待 那先从鸿海来看 大家都关心 是说法术会之前 一定要赶快卡位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我们看很多报章杂志 专业的一些报道 那么听归听 内容看归看 最起码 我们要看一些白纸黑字的 就是很笃定的 这些专业投资机构 敢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告诉你的 好 大家说 AI伺服器很好 很好 咋是多少 你也不要讲个道理出来吧 好 我们来看 这是这个礼拜5月6号 高盛针对鸿海 所出去的评价报告 各位你务必 今天要加入Lite 因为上面很多数据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详细帮大家做说明 好 各位请看 这个是 一个是一般伺服器 一个是AI伺服器 这是2022年 对 今年是2024 你要比对 好 你不是听人家讲 你要比对 然后你要去看 对 你要去做比对 24 25 26 所以AI是暴增吗 我别说 哪个字告诉你暴增 AI伺服器是为大幅度成长 不是暴增 来 这里是0 这是5% 这是10% 这是15% 他说AI的伺服器 年增率 复合式年增率 会维持 大约15个百分点的一个增长 会远大于一般的伺服器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部分 它的盈利会大于一般的伺服器 就是说我企业接单 我一样是接伺服器的订单 我这个接一个 这个也一个 单价虽然不同 但是我的获利能力 这个会比它大 对 这就真的影响到什么 为什么鸿海我们怎么看 200块叫低标 那不是高标 怎么看 来 各位你用眼睛看 真的不要猜 我说给你听 你不要再油 不要浪费时间 这叫音乐达 对 你就看这个长笛 这个要再油 这支这么大支 这支这么大支 对 这叫音乐达 这叫技嘉 对 维影 伪创 广达 工业互联网 不就是鸿海吗 对 这个也是鸿海 那你告诉我 2024 25 全球目前来看 在企业里面 能够吃下 AI伺服器大饼最强的 鸿海 就是鸿海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整体上 下个礼拜二 要发说 为什么 不管是国内的投信 包括外资 在过去这几天 拼命写报告 你知道吗 对 因为你等下发说完 还要向上求 你知道吗 那这个发说完了 你才写 所以就拼命在写 好 那怎么看鸿海 来 第一件事 这个字 也看不到 有点小 我们扫了 你根本看不到 你就直接 这个 你就扫这个 我大概讲给你听 这个叫做24 这是旧的评价报告 这是新的 OK 框起来的是新的报告 这边是25 好 26 这看下不得 你知道吗 这怎么看 不可能才200块的目标 你知道 好 第一个你要看这里 这最底下两个 一个叫GM GM是汽车 GM叫Gross Margin 我们说毛利 对不对 OPM叫营业利益率 为什么要看这两个 你要精进看 你先看毛利的部分 鸿海 2024年是不是6.8 对 6.8 好来 2025年6.8 那样 不 往右边看 到26年也才6.9 对 好 往后看到27年 好不容易 从6.8 一直拖到2027 才成长到7个百分点 可是你要看盈利 对啊 毛利率没有什么改变 你毛利要扣除费用成本 那就是他真的赚的 OK 加3.3 这3.6 3.6 这3.4 这3.6 这4 4.3 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接单来自于 都是在AI伺服器 比较贵的 所以他盈利是不是拉高 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整体上我们预期呢 在接下来下周的法说会很正向 好 我们再看 也就是说原本 比方说像高盛 他原本估今年的鸿海 12块 对 12.3 报大幅度调升到13.45 这个还不重要 真正夸张的在这 明年 他本来针对鸿海 那个报告都写得很小心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说鸿海没人存高口倍 就是说 今年12块3 明年剩19 它是 它大幅度从9块8 调到多少 17块 亲爱的 你就给他算 10倍本益比的鸿海 也应该有170吧 对啊 那你给他12倍呢 你就随便算 好 所以你再怎么算 我们认为呢 应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点 再看右边 这就更重要了 当你加入Lite Ad之后 你再看这些资料 对不对 你要看有 来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 这个叫本益比 这个叫PE 本益比越低越好 对 不是越高越好 这个要 这个30倍 25倍 20倍 15倍 越低越好 这个要越多越好 来这个 这叫成长率 10% 20% 30% 40% 也就是说 以这个我们画出一个图形 在下方的往右边靠拢的 这边比较好 对 越在底下越靠右的 代表它越强 好 那紧接而来 我们就来看红海 红海现在在这里 这个红色的锅 12.8 对 怎么看目标 在这 中间值 就全球主要 所有的放在一起 14.8 OK 预期再怎么样 也会成长 两倍本益比 好 红海目前看起来 在全球各大 伺服器代工厂当中 本益比是偏低倍低估 老师那我们从集结区来做观察 这个170几块钱的价位 上面还有空间吗 我现在讲话 时间不够 这是月线 这月线 为什么各位请看 这个是2020年 我们讲过 主要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会多是未来的景线 2020年 这一根交易量 爆出了293万 293万兆 在那个红海交易量 价格在112 接下来从2020 就进入红海一个痛苦期 你知道吗 2020 2021 2022 偷到2023 一直到今年的第一季 不一样了 为什么 来各位请看 这293万张 把整个红海一压 压了一年 两年 三年 三年动不了 可是你看 这个是 这些5月 3月 今年的3月 你看这支 也就是说 它在告诉你 有364万张 在当你的后盾 你知道吗 364万张 三个分 这里在 差不多正式站上多少 112 对 他跟你说 我正式喷出 它是一个喷出 你应该 你只要设一个底线 就让它一路往上走 好 洪家军当中好多的小兵 本一笔也相对低 但另外一支箭头 老师我们快速讲一下 2303的连电 对 因为没有时间了 剩30秒 来 来 各位就加入Lite 我们直接讲连电 连电 算到最后 就是多少 51.9 我们把现在往前推 最大交易量 284309张的交易价格 在51.9 连电今天刚好收在51.9 是否明天连电 接下来会出现大幅度飙升 那就看51.9的连电 占上51.9的连电 能否当作台北股市创新高 另外一个集团的火车头呢 那刚才老师要是针对 红海未来几年 外资的评价报告 都给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跟说明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资料 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 上面的联络方式 或者是输入Lite的ID 都可以找到老师老师的Lite 那相关内容 可以放在Lite里面 通讯们问题都可以提出 然后是有时间会 跟同学们做互动 还有答复你的疑问 这个红海拎着AI一军往前冲 AI一军真的不忍了吗 好多公司公布缩份营收 受惠AI伺服器大幅的出货 营收大爆发 但是爆发才刚开始吗 电脑展之前这些大咖 多少的秀肌肉能够卡位吗 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 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盘今天靠着几只大型股的撑盘 指数又慢慢的向上垫高 距离挑战前高 只剩一步之遥了 最近是好多公司公布四月份营收 这开涨的期间 AI伺服器老大哥的营收 大家用放大镜在看 真的开出来漂亮的成绩单了 老AI营收告捷广达伪创 不会太差啦 技嘉部分四月营收年增2.9倍 单月新高 营业达部分年月双增 创22个月来新高 微影低技EPS更强 26.92元创下史上新高 毛利率11.1% 营益率8.4% 税后成绩率是6.8% 三绿三升全部都来到了 历史新高登顶的水位 其实我们前两天讲到 AI伺服器 其实展哥一直看好 会慢慢的加温 那些营收默默的开出来了 不过老AI要涨 毕竟前方的冤魂颇多 第一个问题是问 在这个6月电脑展之前 能够来偏多思考吗 另外一个是我们前两天提到的 一档个股 叫3526的返甲 返甲除了有AI提债之外 你说它是比亚迪的供应商 比亚迪这几年 紧追特斯拉在后面 AI加比亚迪带动 返甲毛利率高达53% EPS3.06元 返甲今天发动了 怎么样来做后续追踪 那这个消费电子IC的回温 提醒的是可以留意的 看到是这个驱动IC 连勇的才 法收会出炉了 他们说 第二下半年有机会赢上半年 那第二季营收呢 有机会是达到持平或计增4.5% 加入ARM的生态系短期营收 是没有贡献的 不过整体收费消费电子的回温呢 下半年不看淡 连勇守住机械 那殖利率超过5% 他有殖利率的题材护体吗 好 展哥我想问呢 今天很多的问题啦 就是说 我们知道电子股 越接近Computate导展之前呢 你要偏多思考 可是现在大家认为说 这轮动的节奏真的很快 成交量缩的情况之下 到底这个主流的 这个步伐怎么抓呢 好 我觉得 主流确实难抓啦 好难喔 因为最近几天 我常跟一些同学在聊天嘛 我就发觉 哇 散户其实现在是很没有信心的 对 特别是前面一波 这样杀回来之后 到现在可能 我就说 你选对股现在可能OK啦 但是选错股可能现在很痛啦 还在痛嘛 所以越来越冷淡啦 对于行情 虽然我们一直说会创高 对 可是真的很冷淡耶 对 但是看到他们这样子 我们就安心啊 就用你埋啊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还在看节目的 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恭喜啦 就是还有信心就很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讲到返甲 今天应该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创高 可能是比亚迪的消息 对 因为比亚迪第一季 四月啦 四月出货多少 三十一万辆车 台湾的数字多少 一年是四十二万辆 那一年 哇 哇 所以返甲是他工艺商嘛 是 我们是哪一天 五月二号 对 而且五月二号我们讲不完 五月三号还补充嘛 对 对不对 你真的这两天去买 你都还来得及啊 好 搭上车 那上面是什么 万里无云 对 历史新高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就讲什么 今天给大家一些分享的点是 就是这种盘啊 你可能也不敢 看节目就买 看节目就买 当然不敢 那我们就教你一些技巧 操作技巧 OK 那返甲 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它 当然我说 它的基本面 那回头看五月三号的节目 对 是 但这一边技术面你看哦 这里上来 这里其实已经创历史高了 对不对 这里创高有没有在拉回 有 那这个拉回 重要价位有没有画出来 刚好点到重要价位 就直吻了 那这个地方又是什么 又是均线 所以创高拉回 守住重要价位 重要价位有什么 均线 景线 或者是整理区 对不对 这里有个整理区嘛 所以这里守住 有没有 OK 所以你是不是相对低档去买 那我们是这一天介绍嘛 刚站回月线那一天 那是月线吗 对 月线 对 元首 OK 所以你这边还可以前面直接停损 对不对 然后这边或季线停损 对 都OK的 那这里就顺势就创高了 是 对不对 其实没几天啊 但是而且你看 它的外资 其实筹码也是集中在高档 所以其实不用太害怕啦 因为现在我不知道 大家都是心里莫名的恐惧 就 我也不知道 我不太理解这种感受啦 毕竟我们比较是专业分子 我们这种专业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不恐惧啊 但是OK 像顶级也是一样 其实你有没有发觉 两档格局有点像 长得有点像喔 这里什么 这里是创高 来守住重要价位 对 创高 对 立刻拉回 然后这里是不是整理区 是不是创高拉回 然后又是季线 对 哇 一模一样 真的耶 你就发觉同样的翻版就一直用啊 所以操作有很难吗 其实很多东西是什么 就是一直重复利用 就是很多招数就是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就是这样 那顶级当然 它六月营收大概67% 四月营收 四月营收 成长67% 然后字节 今年的字节大概2.72 去年1Q对吧 0.71 你是说它Q1的字节是2.72吗 对 昨天穿出来的 哇 所以 大爆发啦 大爆发 所以你说有没有创高 来 我们看一下它江坡图 好 看一下 好 看起来 创高收黑K 是 来 但是去看它江坡图 它早上开高嘛 哇 好消息当开高嘛 对 就刹下来 跌破平盘 结果尾盘了又上来 这来我们再转到K线 好 这很明显是什么 我觉得是洗盘了 对啊 高档再给你刷一下 洗到五日线附近下泥 对 但是因为我们讲 我们昨天就60%了嘛 所以你今天 我们的差异是什么 好像洗来洗去 差异可能就是55%跟65%的差异 所以我们不怕 好 但是OK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那个操作的技巧 操作技巧 当然我们讲基本面 就会讲什么巴菲特什么的 但是真的讲到技术面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代表人物 这本书叫做 《股票作手回忆录》 他是谁 他叫杰西里佛摩 所以你看有佛 其实后面这个应该可以改成魔鬼的摩 所以你看他名字就取得非常好 又佛又摩的 但是他非常有趣 这个人被誉为是最活药的 美国股市的投机客 他的状况怎么样 他在那个 那时候在放空美股 一直空一直空一直空 然后空到什么 空到财政部打电话给JP Morgan 请JP Morgan打给他说 拜托你不要再空了 然后他说好吧好吧 那我就回补 他说回补的那一刻 他说Just like a king 所以全国全市那时候 都要听他的 对全国对就是这样 所以很有趣 然后他有一些习惯 他是怎么开始进入股票市场 很有趣 13岁开始出版 出来打工 所以家境其实是很差的 家境不好 那出来打工做什么 他去擦黑板 以前的交易 大家有看过港剧大时代的话 你就知道 是黑板上面一直写数字一直擦 是 没错 然后他就是负责擦黑板 就每天擦每天 一看数字 就看看 他就对数字累积出来一种感受 然后就开始 默默地开始进行交易 然后中间当然人生非常起起伏伏 事起事落 那结局怎么样 大家自己去看书 公开场合不适合讲 OK 但他有一个习惯很有趣 他说新年前他都有一个习惯 他就把我过去一整年的交易记录 带到银行的金库里面 在那里待个两三天 然后研究完 检讨自己过去一年交易的状况 然后口袋里 出来的时候口袋里塞满钞票 然后一个礼拜把它划光 所以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 OK 那他的关键是什么 他的操作其实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他的概念 其实说真的 说穿了其实不难 他的概念主要是讲最小阻力 意思是什么 他说股票价格会沿着阻力 最小的路线运动 意思是什么 如果上升受到的阻力 比下降时受到的阻力小 他就会涨 如果下降的阻力比较小 那他就会往下走 对 概念就是如此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还是忍不住要看一下大盘 好 来缩小一下 现在大盘的到底上升阻力大 还是下降阻力大 OK 这里 来 我这几年画的这条线 大概20300 大概是这里 这里有一个整理区 对 上面有一个整理区 对 然后这里跌破 所以这里 一群人下翻了 很多人在这 很恐慌 那涨到这里 坦白说这个20300 有没有站回来 有啊 那上面的阻力剩谁 20883 是不是就这一点点人 所以上升的阻力比较小 有阻力但是小 对 但是你说下面这边 下面这边是一群人在这一顶 而且有亮 对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周线 好 看周线 周线图 来我们再缩小 好 缩小 来 缩到更小更小更小 来 这边 来 这边一路上来 这里这里 是不是坐头 没有问题嘛 坐头这里跌下来 这里是不是三尊 这叫什么 三重底 头尖底嘛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那时候我就 在友台的节目 我就说 其实这里的区域 整理大概七个月 这里差不多也整理七个月 所以我说就对称性来讲 我觉得够了 所以有没有机会上工 其实是有 来我们把线拉到这里 好 拉到这个 18300多点那边 这边来我们放大 好 放大一点点 这边是不是一个 跳空的上涨 对 那跳空上涨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突破缺口 对 没有问题嘛 这都我们都教过嘛 那你说这里上来 这里回撤 到这里 到底多还空啊 看起来是多啊 对啊 就很奇怪 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故事 有时候爸爸抱着小孩 在看股票 很苦恼啊 然后小孩就问他 你苦恼是什么 他说我现在不知道 做多还做空 这就是多啊 小孩就单纯的心灵 你反而结论很单纯 你复杂的心灵 你就会觉得 创很高的话 怎么可能 台股怎么可能那么高 这小孩好有慧根 你就会想到很多问题 OK 所以最小阻力 是一个重要概念 然后另外 他的交易常会应用什么 叫关键价位 其实坦白说 关键价位很常用 对 没错 所以你说当价格 来到关键位 接下来只有两种可能 叫什么 向上或向下 对 守住或跌破 就是这么单纯 是 OK 来我们就进入到实际的状况 我们举这个例子 叫台股价位 这个真的超难的 其实一般的关键价位 大家通常要抓的时候 就几个诀窍 说真的就是经验 当然抓多就比较容易 抓对 第一个我觉得多甚少 意思是什么 来过很多次的时候 这个价位就通常有意义 好 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 大家会怕 大家会很想买或很想卖 都有可能 所以来过很多次的价位 就很重要 所以你看 如果就这个时间点往回抓 你会发觉 这个来过 来过 对 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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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挑战一次来过 然后这里再跌破 再跳空再来 对 然后这边又再来 对 所以有没有来很多次 有 有 OK 那这里是不是一个跳空缺口 跳空完这里侧 这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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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来过很多次 也是 也有 对不对 所以是443 跟381 OK 然后这里通常还有什么 仅限缺口 刚刚我们讲这叫缺口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创高或创低 所以高低价 这里也很重要 那创低的这个价格 如果回撤又再来 这是不是也很重要 这也是来过很多次 对 OK 好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把重要价位 整个行情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画出来 443 381 353 353 对 OK 我们放大来看 好 近期这一段见高点 然后再挑战 高不过高 所以这里本来就有机会回撤 这很正常 对 但是这里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价位 所以我们这里不讲 如果这边 那你看这边回到这里 我们讲353的位置 这一天黑黑是不是完全 长黑灌破 灌破 而且收最低 这叫破底 破底我们常教 破底就要砍 所以照理讲 这一天收最低 理论上应该是要拜拜了 对不对 对 但是OK 如果你看到隔天 马上站回来 而且又是重要价位 跌破隔天立刻回来 而且早上当天是怎么样 还有下影线 所以意思是当天是开高 还测一下 往回测一下 然后没有破 没有破前低 坦白说 你如果要做的话 这一根红K 应该是一个好的试单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重要价位 跌破完立刻站回 这是一个重要位置 OK 所以近期的股票 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 近期你的操作 很多人 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可能 不会找新股票 像我们讲反甲 像顶级 你可能不敢做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 我们可以回头去买一些 我以前比较熟悉的股票 所以像这种状况 你是不是可以 那再来 上到这里 二八三的时候 这边一根红K 隔天再跳空 跳空过重要价位 是不是强势 是 然后如果你这一天 立刻去买没有问题 隔天稍微测一下 你还是不会被洗出来 那后面是不是上去 那你上去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重要价位 对 就是这位置测很多次的 对 四百四十三 所以你如果这边买 这边试单 这边加码 你到这边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做一个条件 当然 的确是 所以你在高档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 转一点 转一点 那翼龙我们就不讲 好 最后30秒我们就讲 我们自己有做的 像我们昨天 像这种盘有时候也会手痒 有时候当然同学会逼我手痒 我自己是还好 OK 我们看像万海 这种状况跌跌跌跌 这里是不是开始做一个底 这里是不是跌破又上来 没错 这里是不是一个平台 所以简单讲 万海在这一天 一根长虹突破两个重要价位 这一根有没有告诉你说 我要偏多还偏空 偏多 没错 就是这么单纯 所以很多人真的上海 就会自己下自己 那你说这里整一几天 来我们再来看 第一个外资在这边买 然后这个是五分线图 为什么昨天尾盘在这边附近 想说买一下好了 手痒就会买一下 为什么 这边你看上来 这里是不是测 这个价位置好多次 很明显测很多次 50.4的位置 昨天整个状况 是不是都守在这边 还测一次都守住 那我问你 站在重要价位之上 我们应该要做多还做空 做多 对 所以有一个重点 我们这个大的格局 你选方向我一定选做多 然后再来 这边如果我从用这个低点做停顺 然后我们今天涨上来大概是在这边卖掉 所以你看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还有一个盈亏比的概念 因为我觉得这里 这样的空间 获利的机会比风险大 对 获利的幅度可能会比风险大 那当然大家记得 这种操作就是比较几率性 但是在这种盘 我们提醒大家 就是偏多的盘 所以你要做你不会去放空 你一定是找机会怎么样去做多 怎么样去找点去做 然后你只要设好盈亏比 然后用我们教育的方法 其实你赚一些钱 在这种时间点就累积一点 累积一点 后面要压你就赶了 不要说一下叫你说哈 不用慢慢来好不好 好 展哥的认为 大盘偏多思考不变 不会要做一个波段单的话 可能现阶段有稍有难度 量没出来 不过刚才从这个万海甚至台光店 一个传产一个电子股 你抓住重要价位 设好停力停损点 纪律性技术面的操作 也许是现在大盘 在功高过程当中 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那同学们如果对刚才展哥的教学 任何兴趣的话 您都可以参考一下 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用手机镜头扫一下QR Code 或扫描LINE的ID输入一下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那刚才漏掉讲的翼龙店没有关系 展哥在节目当中 也会跟大家来做补充 同学们可以在群组上面提出你的问题 也可以观看展哥的直播节目 我要聊一下 苹果的iPad Pro内建M4晶片 真的好强 听说这最高的规格 要卖台币9万元 那这最强的晶片 来自于台积电的高效能 台积电收费最大 外资涵到了1000块钱 今天拉尾盘 真的有戏吗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 舍定武器不是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昨天晚上很多苹果迷都在放大眼睛看 这个苹果35分钟的发表会 发表了什么呢 iPad的新款产品真的很强大 因为iPad六年大家都没有做更新了 那今次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快速帮他做一个扫描 苹果第一个AI产品 iPad Pro就是放在他身上了 13寸加2T容量 可能这个顶配要9万台币 M4晶片AI功能变强 用台积电的三奈米 性能升级50%最纤细的苹果产品 好 豪华版 顶规啊 这个镜头跟这个荧幕呢 都选最好的9万4 那平价版呢 是大概1.9万 是iPad Air的阳春版本 青菜 萝卜各有所 他就看你要什么 那你要AI你就要选这一个 那苹果的AI iPad公司那一次看 LCD背後模组瑞宜 那巧控键盘呢 因为他说希望这个iPad 是有电脑的功能 所以你一定要买一个键盘 其实蛮好用的 新日新在做 iPad主盘滑通 真顶 那软版是台骏 M4载版是星星 代工厂是鸿海 竟然看起来 瓶盖股当中 表现并不差耶 就都在涨这些耶 连星星都由黑翻红了 那鸿海更别说了 稳住了高价 这个历史新高的价位 同厂加印连电四月营收 出现年月双增 年增6.9% 月增8.6% 外资三年买 2.1万张 还是00940 蓄留的成分股 好 老师 瓶盖股当中 看起来是落后补涨的部队 落后补涨从被动 从经济体肩轮道的 瓶盖还有PCB 现在大盘很难操作 那我想买落后补涨 可是我很怕 看它涨去追会受伤 怎么样滴滴布局 比较有机会 那我先从台积电来说 今天拉尾盘耶 什么样的现象 我想这个所有同学 都碰到一个问题 像我们每一次 我们在推荐的股票 通常我想明君印象 一定很深刻 我每一次涨的股票都是 现阶段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未来就涨上来 可是一般同学们 一定有一个毛病 还没涨的时候不想买 就觉得它不会涨 对 不想买 那一定是涨上来 两三天才想追 就像今天在LINE8 就有人问我心汉 心汉今天不是杀尾盘吗 是 所以为什么我都告诉同学们 你扫描QR Code 加入LINE8 你还要搜寻我的直播 为什么 因为我的直播 我会告诉你 我们怎么操作 我们怎么操作 而且不是昨天才介绍心汉 是在四月底 其实最正确 我们切入在四月二十六号 为什么是四月二十六号 因为四月二十六号 我把五幅获利出清 对不对 我说留一些给人家赚 够了 两笔单就赚63% 我就把五幅的资金 去布局心汉 开始心汉涨 涨到今天 从四月二十六号来 算是涨25% 我们为什么要卖 同学们应该很清楚 找盘有看盘的人 有没有爆量 有 我们看一下 新汉的江坡图 8234 先看江坡图 你就知道 江坡走试图 它这里在冲 冲到干嘛 变四戳盒 因为涨太快 对 它就停在六十块七 那个时间也叫做九点十分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讲 股票输赢在盘中 四个半小时 你要赚钱 最聪明就是掌握同步讯息 我带你净会带你出 我四月二十六号带你买 我今天看到六十块七 开始跳四戳盒 可是那个量已经冲得很高了 那个预估量爆量 创新高干嘛 要卖 所以昨天就提醒你 你这样就可以很轻松 赚二十几%放口袋 因为卖掉的当下 没有人知道 后面会不会涨停 没有人知道 可是你就是纪律操作 每一次爆到来 你就卖就对了 你看 啵啵啵啵啵啵啞到翻黑 甚至于我在我的直播 我还讲说 因为它离五日线很远 是 管理会过大 好 那我们回到K线来 五日线叫这一条 你们发觉都没有变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就是沿着五日线 从四月二十六号告诉你 新漢四月底到现在五月八号 我说你就是买跌不追涨 五日线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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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上去又卖 回来五日线 你再来买 结果今天政府超过10% 今天是爆大量 昨天已经爆大量 但老师提醒了 今天再爆大量 不能乱追 你看又爆大量了 所以这个有的同学看节目 或许是昨天在看节目 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新漢 今天沙尾盘 你错了 是因为早盘我们9点10分 把它获利出气 对啊 节目要看完整 机率操作 对 那同样的道理各位看 再来看 2745的五幅 好 2745五幅 爆大量是要干嘛 卖 卖嘛 再上去给人家赚嘛 现在不是分盘交易吗 那你不就一套资金 可以赚完五幅又赚新漢 好 我们回到大盘的角度 好 大盘 如果同学们印象最深的 就这一天叫4月19号 4月19号这一天 为什么我断定说 这个盘跌完了 有没有 有 当时做一张字卡 说会涨8% 对 我预估涨8% 算到今天 207000是涨7.3% 7.3% 已经快接近了 还没有一个月 好 重点来了 现在同学一定觉得很难做 对不对 大家说 大股想拼 怎么指数每天创高 大股想拼 大的股票都想拼 小股都不拼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 一样 就是定在这4月19号 来看台积电 好 台积电 第一大全职股台积电 现在大盘我算过了 总共涨7.3% 对 台积电涨8.3% 好 第二大全职股 红海 2317红海 4月19 一到4月19 对 你知道它这一段涨多少 19% 第一大全职股台积电涨8.3% 第二大全职股红海涨19% 好 来 再看联发科 第三大全职股 一到4月19号 你知道它这样涨几% 它也涨了十几% 它也涨了13% 所以有没有比大盘 涨幅7.3%还大 有 好 但是回到8234的新汉 好 新汉 这是选股了 4月19号在这里 好 45% 5伏 2745的5伏 2745 你看差别在哪里 4月10号这一天 62% 这就是选股的差异性 对 那是不是同学们 不管是5伏心汉是不是 还没涨之前告诉你 对 但是你不会想买 对 你通常是涨上来好几天 才想追 所以我说你们知道股票 但是重点是操作 为什么今天会提这些 因为你们老师你有讲新汉 对啊 50件买 不是你看到大厂去追 所以同学们你最聪明的 就是加入LINE 然后搜寻我的直播 我的直播都会教你 甚至会把讯息秀给你看 什么地方该买 什么地方该卖 那你这样就不会说 知道股票 但是你不会操作 对 这样就很危险 对啊 或者是你直接 这个小老鼠 ED12888 加入LINE 然后去搜寻我的直播 那同学们就很清楚 为什么我刚才举到 全职股大的 你看涨幅大过大盘7.3% 可是很多小股票 就是因为题材多 所以同学们发觉到 今天涨这一组 明天涨那一组 对 这是最难的地方 你只要想追 你就很容易套 就很容易套 那最近涨什么 最近是涨 第一季激报好到不行的 比如说实权 广影是不是很好 包括今天的见底 第一季很漂亮 那如果你没有 你也不用再追了 我去押宝可能会公布不错的 对 你要去押宝 是我现在激起滴滴的 但是它该涨 从量价 从筹码 你这样做起来才会轻松 好 那提醒大家 邓老师 这个相关的个股 很多都是在低位阶 那涨上去的话 同学们不要傻傻 看到股号就买 对 操作建议 老师都有提醒 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那老师我们从K线来做观察 现在真的是 小股票就很怕 追涨会被修理 那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低档布局 比较有这个护身符呢 好的 我想台积电 我说因为它是一个太重要 大盘要过20883 现在只差100多点了 所以它其实还落后 红海跟联巴科 那你说今天来到802对不对 但是它涨幅是涨 从这个低点涨上来 涨了803% 是涨幅赢过大盘 但是它的高点在826 就像我昨天提到 因为台积电ADR的高点 还很大 还很远 再来就是它的量 量始终没办法再充量 反而是红海比较有充量 所以你看红海 它就比较厉害 就是它已经涨了19%了 可是涨了19%之后 你说它会不会继续再往上 飙很快 不会 我昨天讲过它会慢慢涨 你会发觉一天就跟1块 2块 这样慢慢涨 但是你知道拉回无线买就好 我说我不要追高 这种股票不要追高 但是方向没有变 好 联电也是你看 今天联电也是碰无日线 不就拉下线给你看 你看每一次都是这样 碰无日线就拉上来了 所以联电也是很漂亮 法人也是持续再买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再快速看一下联帽 联帽这个缺口在这里 是不是讲了 昨天也讲一次 今天讲一次 请问今天有没有低点让你买 有啊 有没有 有没有200块让你买 是不是在缺口里面 收盤有没有 收益03 是不是又收在缺口之上 可是通常你不会喜欢它 等它涨上来你就会喜欢了 但我们就算买跌不追涨 你要知道它未来是这样走 为什么 因为机械是上扬的 缺口这里是有量的 所以回来测一下后面再上去 而且各位注意看 联帽第一季EPS是0.12 有人说不怎么好 你知道它去年第一季是0.2 它是年增107.6% 所以你要看 进步 对 你要看是一倍 增长一倍比去年 因为第一季是淡季 所以我觉得后面开始涨上来 这个空间才会漂亮 因为利空 大家觉得是利空 我觉得是利多 而且来回测这个缺口 是很漂亮的 所以同学后面的要注意 金居也是很多 老师最近都不涨 它也不跌 它就维持一拍两拍整理 而且不要忘记铜价是大涨 对 但后面 你要看后面 我说过 不要只看一天 铜的概念不会轮动 对 台区我们也讲过 你发觉平概有台其实很稳 为什么 它基齐低 高质率率 法人也越买越凶 越买越凶 这才是后面你要注意的 好 拉回买 你看新汉 从这个我们在4月26号 把5幅卖掉换新汉 为什么要卖 早上这里就报大量了 如果同学们不信 你去搜寻我的直播 我会让你看我的讯息 9点10分 全数获利出清 这个就是你要掌握讯息的重要 不是我只有看节目 收完盘了 你哪知道 早上冲到625 收盘变成多少 甚至在558 对 因为这种是话题提彩股 操作一定要非常地快很准 对 再来 基齐低的车电股 我觉得后面 520过后都有机会往上 为什么 毕竟平盖股 特斯拉 这些都是属于基齐低 而且刚打底完成的 你买跌不追涨 买来等 会比较安全 而且都是有基本面 各位你发觉到 其实都已经公布了 1到4月 这些都已经公布了 所以这些股票 买来未来一两周 你的空间其实会很大 而且第一季 其实很多这种出口商 是会到台币贬值的关系 很有机会在Q1的财报 缴出非常惊艳的成绩单 如果说它位置像特别低 就像这个耀华一样 突然就所掌停板 出货的演出 那加加呢 如果说想要布局的话 可以走这个低档的方式 来做切入会比较好